OK,今天先欢迎大家来到悉尼的网课,然后先做风险提示 金融牌照号是AFSL254963 今天提出的建议都是general的advice 不会说有任何个人的考虑您个人状况的东西 因为今天会比较涉及比较多关于市场的分析 所以肯定是有对有错 到时候错的话大家就听一下就好 之前我们讲的是讲了四部分了 我讲了四部分同时讲了三次 然后前四次是技术分析为主 先是讲K线 然后讲一个均线系统双轨线 然后讲了怎么构建交易系统 然后上次我讲的是导师理论的2B法则和123定理 今天我就会结合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市场分析 大家看一下我具体是怎么用的 基本上是以K线的price action为主 并不会太涉及第二部分均线系统 OK先我先拿IMT4过来给大家看 OK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看盘的话 我是先看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的话包含几大货币对 它是一个index 基本上是60%的欧元 然后10%几的日元英镑 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说美元指数对非美货币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持向性作用 尤其是对欧元 基本上和欧元是相反的一个走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以月线为标准吧 可以看到欧元的话和美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反向的一个关系 美元有两次的这样两次一个高峰 然后现在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欧元也是两次低谷 现在也是往下行跟美元相反 所以基本上能看到的话 欧元和美元是有一个很强的反向相关的关系 所以呢每天我看盘第一步是先看美元指数 然后我从月线开始看 月线的话就是看到 因为只能看上个月嘛 上个月月线已经收完了 这个月还没收 所以没有太多的指向性作用 上个月是比较偏强的 然后我会再往周线来看 周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两次 在这个附近吧 99.245附近是有一个比较强的阻力带 蓝色这里 高点两次上碳 然后上一次上碳的时候是 9月份的时候吧 当时没有打穿新的高点 然后被拉下来 所以说周线级别的话 目前是美元是偏弱的 我们再看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就更加的稍微短一些了 我画一下图 或者说以这为主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之前趋势线是有一个对价格的支撑作用 价格几次 价格是有呈现一个上升的形态 然后高点升高低点 低点也抬升 但是在99.245附近 这个阻力带附近被拉下来 然后拉下来之后 现在价格打穿了这一条斜向上的趋势线 所以说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 道士理论里面的 2B法则 或者是123法则 都没所谓 目前是低点被打穿 出现了新低 然后上一根线 日线是一根回踩 所以说今天的话 我初步判断美元还是以偏弱为主的 也就是说非美的话会比较的偏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是打穿了一瞬间 可以看到这根线呢 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根 比较长的时心 时心部分比较长的一根阴线 代表了一个价格的下拉 然后在这是一个上面的一个不太规范的双顶图形 现在是一个价格的回踩 回踩到这附近呢 我觉得都可以去做空美元 也就是做多非美货币对 所以呢 这就是先定我们的基调嘛 今天基调就是说我们会空美元 然后多非美 大家可以看一下物源 跟美元基本上是相反的 美元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低点 高点向下的一个创造新低的一个过程 欧元就是一个低点 然后拉升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2B法则 这一个低点比上一个低点还低 然后突破了之前的趋势线 所以现在如果欧美价格能回到这附近的话 也就是 1.1063 这附近吧 我就会基本上是会考虑做多的 小周期的话也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问题 可以看一下这边趋势线 对 如果能回到这附近的话 我觉得欧元 欧美考虑做多 没有太多问题 低音棒的话就 更明显 就更好看一点 我们就先看 日线 月线 周线大周期吧 上一根周线呢 是一根很强的 一根长阳线 就是这一根 10月6号收线的 开始的这一根 然后他收线以后呢 就代表了是一个很强的 向上的一个 拉升的形态 同时突破了这里的一个 颈线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确定欧元 呃 棒美是比较偏多的 然后周线的话我们可以画一个图 把这个点和这个线连起来 我们看一下 对 然后再放小周期 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里回踩 就回踩到这根趋势线的 呃 正好顶 顶在这里 所以说趋势线的话 用这样的方式画还是比较有效的 当时我有在这儿挂单 后来就删掉了 因为做了棒日 棒日的波动更大一点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觉得棒的话还是偏多 就是我们可以再画一条 这样子一个双底的形态 之前是两次的向下的试探 这里是一根颈线 颈线之后呢 被打穿 打穿之后 现在回踩到该有的位置 然后可能会继续再往上 但应该是周线级别了 今天不一定 但是这周 我觉得周四周五 往上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一般来说 你看周线的话 走出行情都是在周线要收的前两天 星期二的话比较少情况会走出趋势来 所以说其实可以再等一等 但是 就等到1.258附近 我觉得都是比较好做多的 OK我们再看一下 每日 每日就比较奇怪了 每日的话跟美元并没有特别强的相关性 尤其是最近经常跟美元是美元走强 然后每日是走弱 是有点相反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 周线的话上周也是一个很强的长阳线 然后之前是一个吞没形态 所以说我觉得每日的周线级别也是看多的 虽然说美元我看空 但是每日我是看多的 对也是在这个位置吧 108.108左右了 我觉得是比较偏多 然后每日的话跟黄金是有一个百分之八九十的一个反向相关关系 所以说黄金的话我目前是看空 黄金我之前很久 我很久很久之前做网课就说了 我是比较长线看空黄金的 中长线吧 当时我是画了 应该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这样子画的吧 对应该是这样子画的 我把这几个点 用这一段趋势线连起来了 所以我当时说在这个趋势线下方沿着趋势线去做空 后来当时那边那段喊的不是很好 因为这里突破了一次 然后又拉下来 但是也形成了一个另外一条趋势线 就是说这一条 从这拉到这 一个高点的下降 所以说现在的话黄金还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 首先是一个高点的连续的降低 之后现在低点也是在持续走低的 所以说黄金的话 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一条趋势线 继续的去做空 或者说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也不是特别能往上了 我觉得可以在这附近吧 95到1500之间 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去做空单的 然后平仓的位置呢也很容易判断 就基本上是以这条线 只要通道为依据 保守电话可以在1475附近平仓 想拿久的话可以拿到 可以试试拿到1460 但我不一定能到 我觉得 这又是黄金今天的看法 就还是以趋势线和K线的形态为主 K线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跟每日相对嘛 每日刚才说有一条很长的长阳线 黄金的周线的话 就是一条很长的长阴竹 然后也是一个吞没形态 所以说你可以截取 这一根线和这根红线之间的一个截断的部分 也就是1494之间 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比较 是一个很好的阻力 应该能听懂吧 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大家还喜欢做什么货币啊 应该澳门也比较多吧 我看一下 怎么卡住了 等一下有点伺机 谢谢大家 OK,OK,可以了,可以了 我先说一下奥牛吧,哎,等一下 有客户问白银,白银跟黄金相关性没那么大,麻烦讲解一下白银,白银我看一下 我直接找吧 白银也是比较偏空啊,首先上一根月线是一个明显的实体银竹很长,然后银线很长的一个强银线 然后周线的话两周的调整,两周都是十四星,说明航行都比较震荡,上去一下下去一下 然后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更小周期的 这里就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线嘛 然后高点下降 目前的话低点 低点也是下降的,但是波幅是有点收窄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可以跟根据这个通道,然后来做白银的尝试空单吧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顶部去做空,然后做空的话你可以试试把纸银放到这不用放那么低 这也不少了 基本上是这样 白银的话你就主要是根据月线的一根很长的银线 然后周线的这里两根银线 然后一个日线的高点低点的一个趋势 高点下降低点下降 然后在4小时和1小时里面去找一个点就可以了 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难 然后止损的话你就放在基本上这根线往上了 就等于说这根通道被打破,同时高点被上破 就等于在18.1附近放在这就可以了 没事没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澳钮刚刚正好看到 澳钮的话这单我有做,但是比较早 首先我们看一下澳钮的图怎么这么小,这么短 刷一下 好吧,可能报价上给的就是这样的价格 比较明显的是澳钮的话 底部的几根长的 长的银线,然后一根羊竹拉上去就代表了8月份往后都是很 很偏多的了 然后上一根银线上一根k线又拉回来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头肩底或者是双底图形 这里是一个颈线的上破 上破之后回踩回踩在这你就做多就可以 然后我觉得目前要找的话 找位置的话就比较麻烦 因为已经走了一段行情了 但如果价格还能回到这附近的话 比如说1.07 到1.0707 07074附近 我觉得都可以做多 就不会 就点位都还不错 然后把止损就拉在这个下面 比如说1.062 然后这个肯定是偏长线的 因为要是这样找的 就是找这根线 这是一个追撑阻力转换的线 两根阳线中间夹着一根阴线 这根阴线是上下都比较长的阴线 找到这就可以了 然后你做的话肯定基本上是 这里的话有400个点 那你基本上往上放个三四百个点 放到这了 看看 1.107 或者是1.10附近吧 在这我觉得差不多 OK 然后欧加欧棒 欧棒很可惜啊 欧棒前两天机会不错 然后我是把单子挂在这了 就是根据这一根长阴线 和这一根线的阶段的位置 当时应该差了不到20个点吧 16 7个点 没挂到后来就算了 这个根据呢就是说首先是一个星星星月线看 月线看一根倒转吹头 然后拉下来两根阴线拉下来 然后周线的话又是一根长阴线的坡位 然后把这根线打穿 所以说你就根据 嗯 这两根线来判断位置 就是找这根长阴线和前一根这根类似十字星的线中间阶段的位置 在这块做一个挂单 一般的话要回踩的话都比都可以达到这的 这次没到吗 但是也差的不多 现在要做的话就已经比较晚了 因为趋势他线已经走了很多了 嗯 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没有特别多特别多好做的 除非他还能再回踩到这一次 然后我就可以再次去 这周内可以回踩到这的话 我就可以再做 如果下周再回踩到这的话我觉得就算了 因为这周可能会 我觉得可能会先出一个小的新低 然后欧加欧加要打进去 欧加也是一样 欧加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一根引线上拉 然后被打下来 现在出现一根长引线 然后现在是一个回踩的一个行情 还是比较偏低偏空的 尤其是你看 嗯在这吧 这样的一个高点下降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图形 然后第一点的话这里引线一直在往下拉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偏空的 对啊对啊 我觉得没有太多问题 然后看日线的话也是前天的日线 就是一根 嗯算是吞没吧 然后把这一把这个阻力线 已经打破位了在这 现在是拉回来我觉得可以可以偏空 然后你把止损放在放在这上面就可以 100个点 止盈的话肯定是超过100的 止盈的话基本上是16070个点了 在这 1.4415附近 原油的话应该讲的是美国油吧 美国油我看一下 我靠跌了这么多 呃原油我做的还真的比较少 嗯 但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引线密布的一个地区了 引线几次打人打到这里然后又被拉上来 但这是一个 带状的一个 支撑 所以说价格如果能回到这附近 比如说51.378这附近 我觉得可以尝试去做多 然后原油的话你可以结合美加一起看 美加跟原油是反的 美加的话 上周这么长的一根阴线 然后同时是一个吞没 然后你可以等这周美加在这的时候吧 1.32685附近 如果能到的话 能到这然后你去做多原油可以 或者在这做空美加也可以 原油和美加你可以相互印证着来做 之前我讲过一个相互印证法则是道士理论里面的 就是根据这个来做的 就跟黄金和美日一样 可以可以来回印证做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对澳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的话 嗯 我个人是不太看基本面数据 基本面数据的话每个人分析都不太一样 经济学家也好 或者说是研究人员也好 每人都每人的观点 然后每人的解读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解读也没什么意义 每人都说法都 听一听就好 真正还是要回到价格黑线上来做的嘛 所以我是根据K线直接去做的 然后基本上英镑我是比较 目前来说比较觉得比较看多 然后澳牛我也是比较看多的 对对基本上嗯差不多是这样子 还有什么要大家要问的吗 关于股票我可以放也可以看一下技术面 基本面我就不看了 再看一下邦日 邦日也跟差不多 也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情 在景线这里画一条 这则是画一条景线 然后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价格就打到这里 然后又被拉上来 MT5我找一下 稍等我打开MT5 web 我靠这跌的好凶啊 目前从这么几根K线来看的话 还是跌的比较凶的 可以看一下 稍微往前看 这一个19年2月17号这根阳线拉的很长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长阳竹嘛 然后你在你在这画条线 就是它起涨的位置 然后这里被跌破以后呢 基本上进入一个明显比较开始偏跌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说一定要做的话 我会在11.116就是红线位置去挂一个空单 或者说等它到了以后我再看情况再做 这样我觉得比较合理 因为目前周线就这么几根 所以说太多我也不是特别确认啊 但我觉得这根线是有一定价值的 他现在这个价格被跌破之后呢 再回到这我觉得偏空 应该没有太多问题 但他如果突然出是出现什么被收购啊 或者是什么财报又怎么样啊 这些消息呢就我就不考虑了 因为这个东西也我也预测不到 好大家都没问题了是吧 那我就大概做一个收尾 为什么你们不多做一点股票分析 因为股票的话基本面太多 然后很多东西呢都是靠嘴吹 今天什么基本面消息怎么怎么样 然后又明显又一个消息又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太多价值啊 嗯基本上都是说走出来以后呢 我们说哎你看我前两天推荐的股票不错 那我是不是很牛逼呢 但实际上我推荐了500只股票 然后中了三四十只 然后我就拿三四十只来吹 我我觉得没有太多意思 然后我自己做股票做的也没怎么做过 所以我经验方面也不是特别多 哇这个股票又涨的是很凶啊 但是我觉得月线已经开始偏空了 这个的话NCM的话你就大概看一下周线图了 周线图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呃开始呃有多转空的一个行情 但是目前还没破位 所以说也不是特别的 对 这是一个目前调整形态吧 高点这样的下降的行情 然后低点的话 目前是这样 还在一个通道之内 但它是在上涨上涨的形态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调整形态 这个不好说多空 目前你你只能做震荡 一旦它呃 比如上涨突破了这根趋势线 然后你可以等它回踩去做多 或者说下跌突破了这个下面的趋势线 然后你回踩做去做空 但是在这之内呢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做的 除非你在里面在低点去做多 在高点去做空 呃目前趋势的话 长线的长期的市场还是市跌 目前从技术上是没法判断的 嗯 因为都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APX 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周线是偏空的 月线也是偏空的 嗯 至于回踩的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周线 如果你保守点的话 你就把 呃 卖单放在这 24.6 如果你激进一点的话 你就再放在第一点了 放到这 23.23725吧 这两个位置 这个就跟刚才的欧邦这图一模一样啊 我觉得 就 基本上就一样的 我给大家找一下 对啊 对啊 这里图 上面这个线拉下来 然后汇材到这一模一样 是吧 所以图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之后的结构可能也差不多 哇 这个就涨的就太多了 就就很 还是 目前只能做多 没法做空 像COL 很多客户就会说 这根股票涨得太多 所以一定要做空了 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对 呃 我觉得还是说沿着趋势来做 在出现反转信号之前呢 都不要去做空 AWC 这个就是在低位震荡 没有特别多 方向性的东西 可能就是在震荡一段时间吧 目前低点稍微有点往下 稍微 有点往下降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 就这样子的嘛 然后高点的话 是一个逐渐收窄的行情 这样子的 如果他哪天能走出这个趋势线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但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还在里面 两块多震来震去 也没有特别多意思 eml我们好像没有这只股票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所以目前就先不看了 然后我今天就差不多到这做个收尾 这个是针对悉尼客户的一个线下活动 就是周六我们在Hersville 有一个讲座下午一点半到3点30 两个讲师分别是 Grant 还有Austin 两个人经验都非常丰富 然后会提供给大家一些比较 长线的 很general的建议 因为讲座嘛 一个半小时肯定会比较的general 大家如果想问具体的东西的话 可能还是得需要再加我们的这个 报名微信 扫一下这个码 然后跟客户经理联系 到时候就给您更多的建议 大家可能花五秒钟扫一下 然后今天就暂时下线了 等一下我还要去坐火车 OK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